我觉得这些事不太符合朝廷里的规矩吧 我呀不懂那么多的规矩 我只知道您没犯什么罪啊 这是雍正王朝中 龙科多攀上四页这艘大船的关键时刻 老师三犯错被康熙圈禁 而负责勘压的老头正是龙科多 只见他把十三爷领到一所宅院门口 这可把老师三吓了一跳 心想自己不是来圈禁的呢 怎么还给自己安排上了总统套房 看着满屋子的红木家具 以及桌子上的美味佳肴 十三爷不禁问起了龙科多到底想干嘛 皇上叫您到这儿来注意这 那也是为了磨练磨练您的幸福 平时的时候我龙科多也不会叛你的高知 但眼下您到了我这里 自然要把您伺候的服服帖帖 而且这些家具都是从我家里搬的 没有花朝廷的一分钱 老十三爷被龙科多的此举所打动 可是也算不成把这儿弄得像渡房似的吧 听到这里龙科多直接放出大招 从门外领出了一位妙龄女子 仔细一瞧竟然是乍尸鸡阿兰